菲利比书二章十四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基督徒发怨言是不应当的 你工作的地方 可能不是很愉快 可能你每天遭遇很多的麻烦和不幸 因此你有时感到疲倦 这是可以了解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应当仰望耶稣 没有任何人的工作场所 比他的更加艰难 但耶稣从不抱怨 他从不以辱骂还辱骂 耶稣忍耐地继续他的工作 甚至甘愿受苦受死 亲爱的朋友 想想耶稣 效法他的忍耐 毅力和爱心 抱怨并不能够使你的工作变得轻省 反而会使它变得更重 甘心 乐意服侍主的人 主必赐他力量 使他永不失败 以感恩代替抱怨 以赞美代替怨言 以爱心代替发怒 上帝必赐你喜乐 喜乐为报场 斐立比书二章十四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喜争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